2023年7月31号 我们现在在克里米亚的大桥 可以看到这边好多的军人 现在这个桥已经完全给封起来 每个人都要检查 后面经车 也同时给大家说一下 我是怎么来这边的 就是我从我们的城市坐飞机到索契 然后再坐汽车 大概要坐12个小时才能到克里米亚半岛 带大家去前面看一下 这是现在进入克里米亚的一个通关手续 现在所有车都要检查 好多军人在上面 我不敢拍吧 应该如果要是拍的话可能会出事 然后尤其这个时间来克里米亚 贼刺激 刚才我们司机大哥说最好不要拍 所以说我就是把手机放在胸前 然后大概给大家拍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因为他说很危险 有可能会被警察给盘问 而且我还是外国人来这个地方 虽然说有俄罗斯签证 而且我感觉吧 我好像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就是克里米亚大条被炸以后 从陆路口径入进俄罗斯的 警车过来 现在拍这个视频呢 是非正常拍摄 所以说可能会画面会晃或者怎么样 我会尽量给大家解释清楚 以后过去的时候希望一切都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个车牌 是乌克兰的车牌 然后警察都是荷枪实弹的 就挺刺激的哈 好像说呢 下来检查行李 实际上这也是一点的无奈 警察现在去把护照拿到里面 好像是我们的证件有问题 应该是我是中国人 他刚才一直在问我 来克里米亚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有可能会被停到小黑屋里 在所有的车都要拖到那个里面去检查 所有人都要拿着护照 然后去这个小黑屋里检查 然后盘问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好紧张啊 我听因为第一次就是 司机的话需要把车开到那个里面 然后检查一下所有的 车上的行李全部打开 然后我们这些人需要拿着护照 去这个小黑屋里面 去聊一下 我给大家到时候录个音 然后看看会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同车的人 阿特 比了比拉斯大 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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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车出来的地方 然后刚才进去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移民局的人 看见我是外国人 就单独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 然后就问我 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解释说 我老婆在这里 要不然的话我没有理由过来 然后她就在说 还是不建议来这边 这里火车就在叫 稍等一下 然后我就说 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的吗 因为我现在有俄罗斯签证 我怎么就不能来克里米亚了 难道克里米亚不属于俄罗斯吗 然后他们一听好像是这个里 然后就给我放行了 现在我在等同车的小伙伴们 他们也在被检查 因为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入境 所以说我们整个人都被盘查 而且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 那个小黑屋里面有三个俄罗斯警察 超级的那个什么严肃 把我的包给翻了一遍一遍的 里面但是只有手机 还有护照什么的 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在等司机现在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就整个的地方全给 关起来 这就是克里米亚入境的一个情况 如果敢在里面干点什么坏事的话 估计当场就要记记 但不管怎么说吧 平安入境克里米亚就够好了 希望我在这的这一段时间 不要再出点什么事了 这小铁笼给炸了 现在就在放行司机 然后我们就可以穿过克里米亚了 所有人都在这边等 好了兄弟们 现在已经成功进入克里斯大桥了 就这么个情况 看看能不能拍到被炸的那一段 我到现在还有点担心 我害怕不会突然再一个发导弹砸过来 毕竟我们现在在桥上 这个桥通行过去大概也就是 十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左右 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就是被炸的那一段 现在正在抢袖中 我们要停下来 然后慢慢的过 前方线索二十公里 每小时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桥上有很多的喇叭 还有监控 基本上每一个灯下面都有那个喇叭 好像这是为了防止突发意外 然后可以随时传唤 现在是双向车道变成单向车道 就这一段现在被炸的 看一下这边战争的痕迹还是有的 这段过了以后就没事了 行了这就是我在入境克里米亚的视频 然后未来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希望一切都好吧 如果大家对未来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或者是会发生什么感兴趣的话 要关注我 然后我就这段时间会留在克里米亚 给大家试试更新 希望没有什么事吧 毕竟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 应该也有下期视频吧 希望如此 那我们就到时候再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